苏立公正、无畏、积极的公民意识 为马来西亚的发展和建设 发光发热 您好,我是龙雪华堂总秘书杨有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榴莲台 DurianFM.com 榴莲当头,我是孙仁 自于哥,我是今年 是,我们来聊一下在马来西亚国内发生的事情了 敦马他最近有走出来说一些话的 我们也知道敦马他最近都很积极的现身 然后就表达他的这个诉求 就是要把纳吉拉下台 这一次他也是就出来了 又再说了这一些话 然后他就也是 他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如何让纳吉下台 然后巫统到现在来说的话 都还没有决定要随时来当这个新的领导 所以这个领导,巫统这边 因为敦马他自己本身也是巫统的一员 那么巫统这边的领袖也就是这个纳吉 那巫统主席就是纳吉嘛 那现在如果是把纳吉拉下来过后 谁会去当这个巫统的领袖呢 这个新领导臣这边也是还没有决定未来的方向的 对,现在就研制过早 纳吉究竟能不能下来 是 然后马他最近他很直接 现在马他就 就是我就想纳吉下来 我的目的就是要纳吉下来 然后呢就跟纳吉说 反正是你看我拿我怎么办吧 我要活着一天我就让你下来 要不你就把我关起来 然后就看纳吉怎么办了 但是敦马哈迪有一些人 一个人叫做什么名字来着 他说敦马哈迪说 你一直在指责一马发展公司的事情不放 结果呢你会沦为一个小丑的形象了 说敦马哈迪 但是敦马哈迪也是说 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 那这句话意味深藏啊 是敦马哈迪能够笑到最后 还是纳吉能够笑到最后 敦马哈迪显然他的老谋深算的程度 正常老江 老江的程度要比纳吉深的多了 那么我们又想敦马 为什么一直想让纳吉下来呢 这是一个疑问 也许我们可以有几种考量 第一种考量呢 就是纳吉所行政的一些事情 不符合敦马的心愿了 包括一马远处金的问题 包括新加坡这个汪桥的事情 纳吉都没有听敦马的话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的一个方面 敦马是不是想推自己的儿子 穆克里兹上来呢 但是你要想想敦马 他现在年纪已经多大 年级哈 就是我活一年活一天都是赚来的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穆克里兹如果最最终想能 做一个很好的位置的话 像敦马一样 当年的那种情形的话 还是需要穆克里兹自己多努力才好 另外的一个方面 还有哪种可能呢 可以想到的 其实敦马这个人呢 他的内心对于马来西亚的爱是无容置疑的 他很爱这个国家 他也很爱马来人 他希望他的国家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他也希望马来人能够 就是贫富差距不那么太大 能够慢慢的都富裕起来 这是敦马的一个内心情感的一个表达 也许他看到纳吉 现在包括一马发展公司问题 包括26亿现金问题 包括奢侈生活问题 他真的看不过眼了 如果继续让纳吉领导的话 国家的未来说不准 所以呢 在某种情况下 他就基于几个原因吧 他就想把纳吉拿下来了 是 当然他在这个记者会上面 他就提到说 他要 他关 他首要关注的就是要纳吉下台 然后所以他才会去参加这个竞选 某个集会的 其他的东西就叫由这个多数者去决定 多数者就当然说是这一个巫统内部的人 或者是我们的选民们去决定的 当然他说到这个 他要纳吉下台 所以才会参加竞选盟 这一句话就可能就是引起的 原来他就是罪魁握手 就是要纳吉下台的人才去竞选盟 所以就把这个竞选盟整个搞成是 要纳吉下台 而不是要竞选的这个诉求的 所以纳吉在 不是 是敦马在这一方面可能要负上一点点责任的 包括敦马自己本身 他自己也提 说到了一句话是说 如果一个人过度的奢华的生活方式 会就是畜贤的 还有这个贪腐之贤 他这是一种 他主要他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如果是过度生活 生活很过度的奢华的话 那就是一种贪污的行为的 他可能这一句话 我们他讲出来 我们就可能因为 也刚刚提到纳吉的事情 他可能就是在影射着纳吉 或者是影射着很多的高官 生活很奢华 然后奢华的这些钱都是贪污回来的 可是我们也知道高官 他们的这个一个月领的钱也是挺高的 就是有几万块 好几万块的 然后现在他们的生活奢华也是 好像也是说得过去的 可是为什么纳吉会在 敦马会在这个时候说 他们可能是贪污回来的呢 他又是有什么影射的作用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我们去关注呢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可能大家要去注意一下的事情 有时候敦马说的话 不用太当真 就是他的说话就是左一言右一言 左一针右一针 让你能够感受到痛 但让你能够感受到思考 但是好像似乎他又言不由衷 他是这么一个 应该说他是磨练在正常上磨练很多年的一个人 他不会把很多事情看得很认真 有时候会糊涂 有时候会认真 在认真中带着糊涂 在糊涂中带着认真 但是最终目的是要把纳吉拉下台 这是他的一个方式 政治人物的一个操作方式 是所以这个是他的他的注意点 他的注意点就是在这边 就是纳吉要怎么去下台 然后纳吉自己本身最近他又 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他有说到了 因为最近不是有人说 华人和印度人都是外来者吗 这种种族言论的这些事情 一直都有人一直去提出来 然后一直去挑起各群各族群之间的一些和谐度的 然后纳吉最近就是在昨天晚上的一个 就是说公开的一个说法 说在大马出生的印裔族群 或者是华人族群都不是 不分这个贫富都是 都不是外来者 只要你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话 都不是外来者 而且外来者的这个形容词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这一句话可能就抚慰了好多的人 因为毕竟你被骂成是外来者的话 有些人还是会有一种 愤怒的进行在心里面 有些人就把这些事情 因为听的太多太多 也没有什么感觉 你骂你就骂 你喜欢你就骂吧 你开心你就骂吧 你有版面的话你就骂吧 可是还是有些人会对于这些事情 还是会有一点在意的 因为毕竟在马来西亚 尤其是印裔这一边 他们可能会觉得 有时会在这个社会上 已经是没有公平对待的 主要还是我们每次提到说 三大种族可是都是马来人和华人优先 印度人是排在后面的 可是现在对于纳吉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的时候就很多印裔同胞们 他们会觉得 自己的这个身份地位是有被重视到的 所以在这一边 纳吉会不会在下级大选的选票 又隐回了一点点 这个印裔同胞的信心呢 可能这一方面是有点帮助 聪明的人都不会上男生片了 政治人就像一个老板和一个员工 老板和员工都是串通好的 然后员工某一时间 你们都是外来者 然后男的老板不知道吗 心里有的数 有的是数了 然后在该他发表言论的时刻 我现在郑重宣布 你们不是外来者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图腰结 我们应该宣扬一种国家理念 马来西亚人的理念 私下里呢 某种情况之下呢 某种特殊条件之下呢 某些他的下边的这些人 也许又开始说像同样子的话语了 嗯 是 所以这些 这些种族主义的话语都一直都会有在 尤其是最近的吧 都一直有人在流传 然后就一些种族主义的事情都一直在跳起来 然后这些事情要怎么去看待呢 就要看你自己个人去怎么去 对这些事情有怎么样的一些描述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官呢 因为毕竟你如果你认定你自己是马来西亚人的话 你自己是对这些事情是不会有太大的感觉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大大地地的马来西亚人 如果你会对这些事情一点点的 这种挑起你种族主义的事情的言论 会有很大的反应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 那你真的会认定你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吗 可能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地位还不太坚定的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可以或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你认为你是马来西亚人的话 你还会去在意他说的这些话吗 嗯 那大家去讨论一下吧 好像是说给自己增加信心一样 是 给别人增加信心 是 这些信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尤其是在这个多元国家里面的 一定要有的 我们大家互相去生活 就是互相融洽的去生活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信心 我们彼此学习 然后彼此也巩固自己的地位 但你不感觉到这种 自己给自己增加信心的这种方式 片面中也透露出一种伤感和哀愁吗 怎么样伤感和哀愁 或者是说酸楚 我为什么还给自己增加信心 我是马来西亚人呢 呃 主要还是 如果你觉得你是马来西亚人的话 那你就正正常常的生活下去吧 对于别人的这些 这些我没有必要去听的这些言论的话 你能为什么要把它听在耳里呢 痛在心里呢 是没有必要的 毕竟我们在这个国家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 然后这个国家已经独立了那么多年 这个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这个国家是那么多元成立起来的 这个是呃 就是一个事实 然后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在这个国家里面更和平的去相处 然后大家一起去互相学习 把好的都学习起来 把不好的就比如说会挑起种族言论的这些人的这些陋习都排测掉 你不听我不听 大家都去不听的话 以后他没有版面的话 他也自然的不会去说了 这是一个想法 然后我来看一下 马来西亚其实在马来西亚这一边的一些事情 啊 就是学生的事情 最近不是有说到这个音 呃 医学生的英文很差吗 啊 然后这个其实这明清团这边总艺术他就有说到 每一年的就有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 然后啊 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啊 有名额的有限的这些医学系 可是现在竟然啊 这个医学系里面的毕业生英文的这个素质很很恶劣 然后又不能成为医生的现象 是很讽刺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也知道马来西亚的教育体制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的 嗯 我们都有一个我们所谓的quota 就是这个呃 固打值 这个固打值就是有限定的学生 才可以进入这一个呃 这一个呃 医学系 然后这个医学系当然有这个固打值的话 就剥夺了很多人想要进入医学系的愿望 尤其是很多学生在未来充满希望的这个情况之下 呃 既然呃 希望被打压了 然后很多进到有有荣幸 很庆幸可以进到医学系的人 可能就是在英文方面 或者在语言这一方面没有那么的强 呃 所以就导致有现在这个 很多毕业出来可以当医生的人 可是又英文水平不太好 呃 言语方面这一边不太好 就是呃 就让他们又不能成为一个正直的医生的 所以这一个方面是一个 在马来西亚教育体系这边 是一个很讽刺很讽刺的事情 希望呃 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教育体系是不是可以更改一下 让更多的人有多呃 这个 其实这个课题这个话题也是聊了好久的 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吵 为什么有那么不公平的这个顾打值 在一直在马来西亚里面的教育体系里面一直走下去 然后现在这个情况又在出现了 说到这些毕业出来的这些医生又不能当医生 就因为英文的关系 那现在如果是我们不废除这个顾打值的话 是不是在英文这一方面可以加强 我们就把这个呃 可能国立大学或者医学系这一边 他们的这个用语呃 就是用成呃 把它转为英文来学习 用英文来学习 那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方面呢 呃 可能你看我们如果是呃 英文不太好的话 可能我们以后只能在马来西亚当医生 这些学生他只能在马来西亚当医生 如果是英文好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些发展机会去到国外去当医生 或者是呃 在马来西亚也是有很多的这些外国的一些呃 我们所谓的病病患 因为要有很多外国人在马来西亚去住 他们也需要看病啊 如果他们不会马来文的话 那也是有一点困难的 所以在这个当医生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他们一定要至少也要呃 能掌握流利的英文 嗯 所以这个也是心理问题 如果是顾打直这个事情 你看我们吵了这么久都吵不了 都是吵不赢的 呃 那如果是这个事件像是不能改变的话 那是不是英文要强行的让学生们去学 至少能掌握英文才能当医生 呃 A的同学都是很多的 但是每年都有权益的同学上不了医学院 就是因为政府的顾打字 把那些没有权益的学生英文又不是很好的马来人 选进了医学院 这是公平吗 这对于我们华人一点都不公平的 听说了言外之意了 这个也不只是不只是华人 因为毕竟很多印度人呃 如果在印度社群这一方面呢 如果你要解的话 也知道印度社群很多的印度人 他们都想要呃 在以后可以当医生当律师 这一些职业的 所以在这个医 在我们看到医学系这边有这个顾打字的情况 在国立大学有这个顾打字的情况之下 印度人就是印度同胞 他们要进入这个医学系也是有一点困难 跟华人一样有点困难的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呃 可能往外跑了 可能去新加坡念念医学系 可能去俄罗斯念医学系 所以呃 或者是念药剂之类之类的 是这些事情的 这个情况就让大家都外流了出去 外流出去呃 以后念好念完书了过后 就在当地可能就不回来当医生的 那这个情况 马来西亚政府又在去骂这些人说 呃 就是你们让人才外流啊 然后就不保护这些人 然后过后人家去了外国 落地生根之后 才去骂人家 这已经是太迟了 所以这一个要解决这个根根本本的事情的话 真的是要从这一边开始解决的 我们的种族问题 也是这样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科与科工考量的一个政治考量点啊 这是其实每年的我们的考试成绩下来说 全A啊 不全啊 有些的学生上不了这些一些专科学院或医学院呢 然后马华或者是民政就出来帮助这些学生解决一些问题 有的那政党呢 包括马华这些方面 他是故意做再做宣传 为了赢得自己的一种选票 也许实际情况要比他们所宣传的要缓和的多 不能说好的多 缓和的多 这是一方面的政治考量了 至于过打治这个问题 我相信多马哈迪的意见 过打治是好的 给更多的马来人的学位名额也是好的 我们要复制马来人能够更加的参与到国家高层别的一个技术人才的培养当中 但是多马哈迪也在一本书当中说马来人的困境 在困境当中说马来人懒惰 马来人不知进取 这也是他自己说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怎样的一个制度和方式 真的让我们这个国家发展起来 让人才不能够外流 让学习比较好的 比较优秀的华人或者是印度人 还有部分的马来人来带动那些有上进心的 或想学的比例基数这样的比较大的马来人 这是全民富有的我们共同幸福的一个指标 是总的来说教育是以教育归教育 政治归政治 如果是政治需要去操弄这个种族的事情的话 那最根究底我们还是不要把 尽量的就是不要把这个教育的事情把它也种族化的 因为孤打值他就是保护了这个种族的事情嘛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避免 如果是没有办法避免免的话 一定要这样继续的下去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就是可以不可以加强他们的英文 让他们出来之后 不只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医生 还可以很没有阻碍的去跟这些病患去沟通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医学界这边有一个人才 中文字幕君 谢谢观看